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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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领到了奖金或者是年终的话呢 我觉得怎么运用这个才是重点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啊 就是我们在理财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盲点 就是我们领的薪水 领的不管是三级奖金 甚至是年终奖金都是税钱 大家知道我们每一年都要缴税吗 就是综合的所得税 我们都要缴所得税 所以呢其实呢 不管是我平常在规划我的理财的时候 甚至是领到的一个大笔奖金的时候 我都会特别特别去把 要缴税的钱把它先预留下来 所以呢 我知道我知道 一定是赚很多的税 缴税要缴很多的税 你要先预留税这样 我的目标 对对我的目标 但是我们台湾的所得税 急剧不是最高到40%吗 缴到40%吗 所以呢我个人啊 我个人啊 我不知道大家喜欢缴税的 但是我都会预留40%的税 因为我的目标 我要缴到这么高的税 缴税是有钱人的烦恼 你赚越多才会缴到越多的税 所以简单来说 我的年终奖金规划 我会有40%呢 是拿来预备要缴我的所得税的 对对对 那剩下来呢 当然啦我一样会再拿40%出来 拿去投资 那主要是投资美国的股票市场 因为我们本身除了教学之外 我们自己就有在做投资 OK 那另外还有20%呢 10%的钱啊 我会拿来继续投资我自己 因为我们是非常喜欢的学习的 那投资自己呢 其实我会去外面或者是买一些书籍 就是去上一些各式各样的课程 那上课的时候 其实我比较不会去调说 一定是投资理财 我觉得对我自己 不管是身心灵方面啊 或者是对我的人生 个人成长有很大的帮助的课程 我都愿意花钱去上课 那另外剩下10%呢 我比较不一样 我会再去补强我的紧急备用金这一块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紧急备用金不是存够就够了吗 但是我觉得随着你个人的人生阶段 因为不同的阶段 你可能需要负担的东西会不一样 你可能负担会越来越高 所以呢我觉得你的紧急备用金 也要相对应的做一些调整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年终规划啦 那佩莉老师你呢 我跟你很像 但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也要跟大家分享 40%一样要拿来缴税喔 40% 40% 我们是有钱人 目标是40% 但是一定会有剩下 这一定是你多留的 所以我希望这40%我本来拿来缴税 那有剩下我会拿去做捐款 做工艺不错 大家可能认识我的话知道我很喜欢 小猫小狗嘛 然后可能会找一些这些照顾流氧狗的单位去做捐款 讲到捐款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其实做工艺这块呢 我平常也有在做 就是像我去年也有捐一些钱 给比较是偏向一些教育的相关的基金 然后呢另外我在今年啊 2022年 2022年不是有个年假吗 连续假期 我在连续假期最后一天呢 我跑去捐学 我觉得这也是做工艺的很好的一个部分 然后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还有20%会拿来投资自己 那主要会拿去上课跟买书 我是老师跟大家讲喔 我以前是那种不愿意花钱去上课 就觉得说我自己上网学就好啦 可是我后来真的发现了有钱人是花钱去买别人的时间 跟买别人的经验你有老师带着 然后你加入一个团体 然后你有同学 然后你有人可以马上去问 这样子真的你学一个东西的时候会进步的很快 那这是我这几年来的体悟 那我今年真的是很久没有看书了 然后今年发现呢 我看书的速度变得很快 所以这20%的钱呢 我会拿去可能学其他的东西 然后或者是买更多的书来看 那我们的好处是我们几个培训师都很爱看书 那我们可以买一本书 然后大家彼此交流的再看这样 我们可以轮着看 对我们可以轮着看 那在20%呢 一样是拿去增加我的美股的本金 然后拿去继续投资继续钱滚钱 那还有最后的20%是我准备要买房子了 所以我会留着现金 然后当买房的头期款 嗯这是我的规划跟大家分享 可以去你新家玩吗 如果有的话Vito老师可以 不是如果是一定会有 今年有的话就Vito老师可以来 如果Peggy老师买新房子 我们就来开箱他的新房子 如果买到房子的话 大家帮我集气一下 对对对 大家听完我们的规划之后 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跟我们分享你的规划是 怎么样的安排 刚讲到税的问题 虽然每年寄税是5月份的时候 寄去年的税 可是当你每一次有领到一个大笔的奖金 然后是超过标准扣除额 譬如说110年大约是84000块钱 111年是86000块钱 只要单笔的金额大于这个数字的话呢 公司就會先幫你預扣5% 你就不會領到足額的金額 你還要注意的是 還有可能會被扣到二代健保的補充保費 那因為計算很複雜呢 我們會把連結付給大家 所以你們都可以點這個連結去試算一下 你領到這麼大筆的錢 大概會被預扣多少 總之就是你突然領到大筆的獎金的時候呢 很開心沒有錯但是 不要太開心 有稅要繳 對 要記得留一點起來 不然到時候你要5月5月要繳稅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哇天啊 怎麼要繳這麼多的稅 然後身邊留的錢不夠這樣 然後Peggy老師聽說你好像 學了投資之後 你好像越來越會存錢 對 那我老師跟你說 我以前真的是 雖然當鑰匙賺的薪水還不錯 5 6萬 7萬都有 但是呢 真的是 也不是月光 寄光 喔 新的詞彙 寄光或是半年光 可以存錢嘛 存一點之後 然後就感覺 欸 我以前戶頭只要6位數10萬塊 我就覺得喔 有錢了 我們來去日本玩一趟 或者是來買一個相機啊 或什麼的 就這樣就花光了 幾年下來之後發現 雖然是有賺錢 可是存款都沒有增加 就是我個人的資產沒有增加 然後就覺得很 就覺得對錢這件事情是很灰心的 然後很恐懼未來這樣 我以前也是會這樣的 就是可能辛苦工作賺錢 然後領了獎金啊 或者是年終 就想要好好犒賞自己 對 可能會出國旅遊啊 或者是去買一些東西來犒賞自己 就是錢沒有不見 可能都變自己喜歡 對 錢變成我自己喜歡的東西了 哈哈哈 可是 可是這樣子下來啊 長期來說 還是會形成一個內在的焦慮 然後你很容易用別的方式表現出來 譬如說跟另外一班吵架 或者是你不敢去做你的人生規劃 結婚或是生傻一類的 但是自從我們真的學了存錢 學了投資之後 我們的方法是做分離帳戶 所以有平常可以花的錢 也有夢想基金 這個夢想基金就是我們可以存要出國 或者是去玩樂的錢 中長期的花費 那所以呢 這樣子規劃下去 可以讓錢變成你喜歡的樣子 你可以生活的 還算是舒服 可是呢 另外一方面 因為有在做投資 我們的分離帳戶裡面 最少有10%去做投資 最少 我們一定會存下更多 因為有在做投資 所以 雖然你的生活過得 還蠻開心的 也有享受到 也有買到一些比較奢侈的東西 可是呢 你的資產是隨著年齡 隨著時間一直累積上去 這件事情就讓我對於錢 變得非常的安心 跟覺得很有保障 所以呢 一樣啦 如果你對投資理財有興趣的同學呢 一樣可以來參加我們的分享會 那我們分享會 目前會有 線上跟實體的版本 都可以依據你的需求 跟時間來做選擇喔 那我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裡面 大家可以點擊 然後選擇你方便的時間來參加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下去喔 也歡迎分享給更多 喜歡投資理財的朋友 那我們就下一期節目再見囉 掰掰